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2024年的第一颗大发飞兰 今天最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 这颗大发飞兰我一直放在室外 而且这几天北加州年纪下了差不多有 快要一个月的雨了 隔几天下一次 其实它那个戒指都是湿的 然后我也想说给它做个实验说 它下雨的时候呢 放在室外呢 会不会太湿 会不会浪根 感觉还好耶 雨水好像还ok 没有出现什么任何不良的状况 这个刚打开的时候特别漂亮 就是说最好是放在室内 我想过几天刚好是过年就给它放在室内 这个已经是开了一个礼拜了 开一朵而已 可能是天气冷 然后呢 温度呢比较低 所以呢它一直都打不开 前几天呢 刮风昨天晚上刮的特别大 把所有的兰花都倒了 所以我给它拿到我们这个 院子里面 来 所以呢 大花肺兰 其实它开花的时候下雨是没关系的 不要不要用夏冰刀就好了 是不是超级美啊 等到呢它打开 全部都打开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肯定是更美 这个是下雨天的大花肺兰 特别特别的椒叶 你看 涵包带发的时候 超级美 唯一美中不足的呢 没有香味 就是你 臭尽闻了 一点点那种 青草的味道 就是 其实不算香味 没有花香 好 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